七月盛夏,是时候出门尝尝海风的味道,踏上一场大美海南逐风之旅了。 骑楼老街的风,带着时光的痕迹与文化的韵味,轻浮过火山口,讲述着近万年的地质传奇。 铜骨岭的风,与山海相融,带着椰香的清甜。 文笔风的风,每一旅都承载着山峰的灵性与祝福。 南海博物馆的风,带你穿越千年的时光隧道,感受南海的波澜壮阔。 日月湾的风,带着激情与自由,穿越碧海蓝天,唤醒冲浪者内心深处的冒险精神。 温界周岛的风,带着北纬十八度的温柔与湿润,悠然地穿过了那片充满欢声笑语的欢乐海洋世界。 天涯海角的风,营绕着海水的咸香,轻轻掠过路回头的山巅,仿佛在诉说着古老而浪漫的传说。 永庆寺的风,如同古老时光的低雨,吹来了红树湾湿地的清新与富饶。 解放公园的风,带着浓重的中国红,诉说着那段争容岁月。 东坡书院的风,带着书卷气与历史的沉淀,轻轻拂过千年古郡,再吹向海花岛。 霸王岭的风,穿梭于岐山秀水间,带着长壁圆的提叫声吹向岐子湾。 额仙岭的风,带着神秘而迷人的魅力,与两岸青山构成绝美的山水画卷。 尖峰岭的风,往返于山海之间,从云端吹到人间。 梦幻香山的风,带着暮色湖的壮阔与浩渺。 百花岭的风,轻柔而细腻,拂过峡谷、瀑布、廊桥与山水共舞。 白沙茶园的风,轻轻拂过郁郁葱葱的茶树,带来了一阵阵清新而醉人的茶香。 五指山的风,带着大自然的低雨,吹过茂密的热带雨林,让人忘却尘销。 槟榔谷的风,带着离家苗寨的风土人情,拂过青石板路,穿过船行屋,讲述着那份古朴与宁静。 在这个盛夏,让我们相约海南逐风而行,在风里遇见不一样的风景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